美国国家预风中心表示 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点 伊恩登陆佛州彭塔哥达西南约50英里处 以风速每小时155英里向北前进 该中心说这与五级的称号相差五级 五级是最严重的风暴等级 持续风速至少为每小时157英里 尽管伊恩在撞击陆地后预计会减弱 如果你在避免区域 特别是在南北福利多州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 周三中午有超过20万个家庭面临停电 他还补充说这个数字只是未来 24到48小时内发生的事情中的异敌 美国国家气象局说 佛州海湾沿岸的风暴潮 可能导致破坏性至灾难性的损害 一些地方可能在数周或者数月内都无法居住 新唐人记者上镜综合报道 对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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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